腾讯也是昨天市反弹的其中一个共证 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消息出道 好像是否翻山呢? 因为监管当局是无条件批准 即是腾讯收购这个首九 腾讯昨天股价曾经升了5% 高位上过562.5% 但收市很特别是555.5% 究竟这个消息的意义大不大? 是否真的反弄断调查 即是各样内地监管那些 是否开始完结呢? 我想意义起码拿货 起码开心一点 我想腾讯有一段时间都有人闹货 尤其是穿了600元之后 很久没有见过5字头的腾讯 怎知原来可以去到509.5% 现在回来 我想大家都会开心一点 但至于监管 是否已经告一段落 我想没有人敢说 因为始终大家都明白 整个反弄断 现在主意为吹这个风向 所以你不知道 究竟当局会否继续做 一些什么措施 去继续打争互联网巨企 我想这件事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未来的走势就这样 可能我打你两拳 然后又给你一粒糖 我想整个图片 除了腾讯之外 其他公司都是这样的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想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我们可能形容为 山车好或者波动的事况 会继续下去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习惯 所以我想不会太出奇 只不过就是说 你怎样去操作 即是你说我短炒 如果你昨天看到 然后你冲得刺入场 其实是有水位赢得到的 但是当然你如果一扭 都是不习惯短炒的 那其实可以不用理住 即是我自己 我历身我也有捞腾讯 我就捞五百六十一个半 一捞就立刻跌了 那没所谓的 你问我 因为为什么我会觉得没所谓 因为我一直都想着 捞腾讯不会一注去捞 我自己想着分注去捞 可能我跌到五百元 我就会再捞 即是我想大家都要 计计自己的操作 即是最怕就是说 我想捞到底 但我想其实 没有人会捞到底 很难 捞到底是你很幸运的 那你捞不到底 你便分注去做 而且我想 不要太过孤注一堆 因为最怕就是说 你捞一下 原来你没了子弹 即是原来其实 它的跌幅仍在中段的时候 那变了 经常都说 你永远都要有一注 那是最后的资金 不要尽量用光 如果你这么说 即是短炒这些人 我看到盘前也在升 不知道开始后的表现 但是暂时 盘前的价值 就可以充到568 是 短炒会不会说 都今天要快点 吃了护鲜 还是你觉得短期 还可以充多一折 我想你问我 其实如果你由509.5到上来 我假设现在盘前 就是568左右 现在都升了一成过外 那我想 吃点糊都合理 即是在腾讯身上 可以赢到一成 即是很短的时间 我觉得OK 还有两样东西 你看回腾讯的技术走势 你看到他大概之前 有个横行区 或者有个叫三底 还是四底 都数不到 五百七十五 那个水平 其实可能会是短线的阻力位 正正就大概去到20天线 那些位置 我想如果你说短线 看着这个位置做人 还有我想如果炒腾讯 都要留意一下多些北水 北水大家都知道 就是之前打下来都是全靠北水 是不是用全靠呢 因为受到北水拖累 就打下来 那你说这几天反弹 好像昨天那样反弹 你看到北水 刚才我们也展示了个巴价 腾讯是有个淨流入在那裡 所以变成 你说 但是有时候 明明收市后才知道 那北水 那你就自己看看盘路 看看报价 看到那些北水牌 大概什么情况 就是你都心里面有个盘算 来到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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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